上下五千年第六集 神射手后裔 夏启当上国王以后 有一个部落有护士不服 起兵反抗 启和有护士的部落发生了一场战争 最后 启把有护士灭了 把俘虏来的人罚作牧奴 其他部落看到有护士的样子 没有人在反抗了 夏启死后 他的儿子泰康继位 泰康是个十分昏庸的君主 他不管正是专爱打猎 有一次 泰康带着随从到落水南岸去打猎 他越打越起劲 娶了一百天还没有回家 那时候 黄河下游的遗族 有个部落首领名叫后裔 野心勃勃想夺取夏王的权利 他看到泰康出去打猎 觉得是个机会 就亲自带兵守住落水北岸 等到泰康带着一大批猎得的野兽 兴高采烈回来的时候 走到落水边 对岸全是后裔的军队拦住他的归路 泰康没法 只好在落水南面过着流亡生活 后裔还不敢自立为王 令利泰康的兄弟仲康当夏王 把石拳抓在自己手里 后裔是一个著名的弓箭手 他的射箭是百发百中的 有一个神话 说古时候天空里本来有十个太阳 地面上热得像烤焦似的 给庄稼带来严重的灾害 大家请后裔想法子 后裔粘弓搭箭 嗖嗖的几下 把天空里的九个太阳射了下来 只留下一个太阳 这样地面上气候适宜 不再闹干旱了 又说 古时候大河里 有许多怪兽 经常兴风作浪 造成水灾 把河苗淹没 人畜淹死 也是后裔用箭 把这些怪兽都射死了 人们的生活才恢复了正常 这些神话说明 后裔的箭术很高明 是大家公认的 后裔开始 还只是做个仲康的助手 到了仲康一死 他干脆把仲康的儿子向年走 夺了下朝的王位 他仗着射箭的本领 也作威作福起来 他和太康一样四处打猎 把国家正事 交给他的亲信韩卓 韩卓瞒着后裔收买人心 有一次 后裔打猎回来 韩卓派人把他杀了 韩卓杀了后裔夺了王位 怕下族再跟他争夺 一定要杀死被后裔撵走的相 相逃到哪 韩卓就追到哪 后来相终于被韩卓杀了 那时候 相的妻子正怀着孕 被韩卓逼得没法 从墙洞里爬了出去 逃到娘家友仁氏部落 生下个儿子 叫少康 少康长大后 给姥姥家看牲口 后来听到韩卓正在派人追捕他 又逃到顺的后代 有余市那儿 少康从小在艰难的环境长大 练了一身本领 他在有余市那里招收人马 开始有了自己的队伍 后来又得到忠于下朝的大臣 部落帮忙 反攻韩卓 终于把王位夺了回来 下朝从太康到少康 中间经过大约一百年的混战 才恢复过来 历史上称作少康中心 少康灭了韩卓 可是遗族和下朝之间的斗争还没完 遗族人有很多出名的射手 他们的弓箭很厉害 后来少康的儿子帝树继位 发明了一种可以避剑的护身衣 叫做甲 战胜了遗族 下的势力又向东发展了 我是子飞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和点赞